飞沙河畔淘金热 悠悠飞沙河漫漫淘金路 飞沙河Fraser River 发源于阿尔伯塔省与BC省交界处的洛基山西坡 飞沙河全长1378公里 是加拿大第五大河 飞沙河起初流往西北方向 当抵达乔治王子城之后 掉头向南 此后斯图阿特、内查科 以及齐尔科金等几条支流 纷纷投奔而来 使飞沙河迅速变成一条水流奔滕的大河 飞沙河一路南下 流经大片茂密的原始森林 广袤的湿地和草垫 当汤姆森河与飞沙河 在利顿小镇附近会合之后 奔滕的飞沙河 以一切千里之势 冲进峡城的飞沙峡谷 直至位于百余公里以南的西望小城 方才告别深深的山谷 转身向西 以缓缓的流速 进入宽阔的低路平原 最终 在三角洲河口 在三角洲河口 驻入太平洋 飞沙河是BC省的母亲河 也是举世文明的三文鱼河 据科学家测算 每年有多达八亿条三文鱼鱼苗 流经飞沙河 进入太平洋 在成年之后 三文鱼最终一定要回归故里 从浩瀚的太平洋 回溯飞沙河 千里迢迢 回到各自出生的河滩地 产卵繁衍 完成其生命周期的壮举 唯一加拿大西海岸的 布雷甸哥伦比亚省 有着不同寻常的过往 发生于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 曾经在当年轰动世界 在那段充满传奇的历史中 有成百上千华人的奋斗故事 伴随着悠悠的飞沙河 口口相传 绵延至今 飞沙河畔淘金路 始于大温地区 新西敏市附近的飞沙河口 漫漫淘金路 沿着昔日印第安原住民 所开辟的疲货贸易路径 蜿蜒向北 直至730公里之外的 巴克维尔小镇 1858年 有人在飞沙河 与汤姆森河交汇处附近的山谷 发现了金矿 这一特大消息 向野火般迅速传到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在旧金山务工的华人 连同当地的其他族裔 文讯纷纷北上 加入了陶金热的大军 陶金热甚至吸引了 成百上千华人 背井离乡 从广东沿海地区远渡重阳 登陆加拿大西海岸 许多华人 沿飞沙河一路北上 加入淘金挖矿的大军 也有不少华人 沿途开办起中餐馆和杂货店 为淘金者提供餐饮等各项服务 更有些人则留在了 初始登陆了 温哥华岛南端的维多利亚 从事商贸活动 渐渐形成 加拿大首个唐人街 陶金热鼎盛时期 飞沙河谷挖矿大军 一度高达两万人 然而 好景不长 陶金热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渐渐退热 当其他族裔的陶金汉 四散而去时 大部分华人选择留在了当地 1871年 BC省加入加拿大联邦时 该省华人总数达到七千余人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为了修建横贯加拿大的铁路 太平洋铁路公司 从广东沿海地区 招募了数以千计的华工 这些华工 成为建设加西铁路的主力军 占铁路工人总数的七成以上 华工虽然吃苦耐劳 得到的待遇却低人一等 每人每天只领取到一家元的工钱 仅仅是白人工钱的一半 由于危险重重的工作条件 加之繁重的劳动强度 数以百计的华工 因工伤或染病而身亡 耶鲁小镇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村镇 保存着一座为加西铁路建设而现身的华工纪念馆 2006年6月22日 时任加拿大总理 加拿大总理哈普先生 在联邦议会代表加拿大政府 用粤语正式向在历史上受到人头税等歧视的 加拿大华人道歉 2014年5月15日 BC省议会全体议员通过一项声明 向在BC省历史上受到歧视和不公众待遇的华人 郑重致歉 该声明正式承认华人群体 对BC省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耶鲁镇以北86公里的利顿小镇 是另一个充满传奇故事的所在 不幸的是 2021年6月底 高达49摄氏度的极温 极端高温导致大面积山火 利顿小镇被火海所吞噬 仅有个别建筑幸免 昔日的华人社区文化馆 在横扫而过的山火中化为灰烬 人言水火无情 2021年夏天的特大山火 过后仅仅五个多月 当年11月中旬 连降暴雨 汹涌的山洪 冲毁了利顿小镇附近的一号高速公路 时至今日 毁坏的公路仍在重建之中 昔日的双向车道 如今只能单向缓缓通行 从利顿小镇 沿一号公路返回温哥华的途中 望着满山大片过火之后的林木 凯探气候变化 所造成的严重影响 当行至耶路小镇附近时 陶金汉旅社 以及陶金汉饭店的巨幅金色招牌 使我对陶金热那段历史浮想连篇 悠悠飞沙河 慢慢逃金路 不觉之间 希望小镇 重新出现在眼前 我仿佛看到了新的希望 岁月如歌 山河依旧 万般辉煌过后 一切终将淹没于历史烟尘之中 然而 曾经与茫茫飞沙河 相随相伴 不足汉译 大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并向他人推荐本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